保良局陈丽零八周年学校为保良局属下一间特殊学校 并成、爱、敬、勤、成为校分 为六岁以上中度智障学童提供均等教育服务 本校着重生活知识、技能训练、体格锻炼、群体相处及培养优良品格 以达至德、智、体、群、美、肮育并众 发展学生缘整人格 本校一直智力提供优良的学习环境 因应学生的个别差异、因材施教 以发展其个人最高潜能 达至智理、智智、智立的目标 令他们最终能够融入社会 当中,本校透过无障碍历期 让学生达至智理、智智、智立的目的 无障碍历期分为亲子历期 历期兴趣课、历期成长课 以及历期公民课 亲子历期是为新生和家长而切 让家长有机会明白子女的潜能 培养家长的管教技巧 以及加强家后合作的关系 小学组的学生 又以趣味主导的历期兴趣课 目的是刺激学生的学习动机 培养感试、感做的精神 针对初中学生青春期的成长需要 本校为学生提供了历期成长课 希望藉此提升学生的自我又能感 人际沟通能力、协作能力和解难能力 让学生能够随着社会规范 在生活上管理自己的事务 而高中的学生 本校透过历期公民课 训练学生为历期助理 让学生能够不依赖其他人 而独立生活 于课堂里面 培养学生有正面的工作态度 能够依工作指示 感受崗位 互相帮助 并培养他们成为有质素的公民 能够关顾别人 知法受规 如果大家有任何查询 欢迎随时联络本校